我要把工廠交給妳 工廠雖然是李經理 在負責管理 但他不是一支隸屬 有年的行政部底下嗎 你這樣做 你假裝不是要我去聽他的話 不 我想把工廠獨立出來 成立一個生產事業部 讓你擔任總監 那他做的工作呢 當然不能再做了 會發生這麼多的風波 就是因為各個部門 有自己的領域 你用特助的身分介入 會讓他覺得你在插手干預 所以 我現在乾脆給你一塊填 讓你自己跟 成果都歸你所有 這樣以後就沒有 誰採誰線的問題了 可是 我真心希望你知道 當初秀卷 就是從工廠做起來的 要不是有他 幫他幫我守住公司的根基 現在我還是不可能有今天 現在我要把這邊 重責的答案交給你 你願意接下嗎 好 我接 你要的錢我不是給不起 但是他們兩個是無底洞 如果你今天可以跟我保證 從今以後跟他們切斷關係 不想往來 可以 你要多少錢我都給你 公司分紅本來就是我的錢 你管我怎麼用 各位還是我 江仁潔 房子我已經給你一千萬 買一下巧婷那一部分 我不管你錢要用到哪 明天我就找代書來 你們等著我的面 把房子的產權處理好 從今以後 你們兩個跟我女兒 劃清界限 你沒有權利 干擇我的生活 我沒有權利 我是你爸爸 那你有什麼權利 該做巧婷 你是誰 你是什麼身分 你是他爸爸嗎 不是 他們要怎麼過呢 給你無關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 你帶這個東西來幹嘛 你帶這個東西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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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們出去 我叫你們出去 妳要的錢 我一毛都不會給妳 我家裡再也不會是我的家 你們都覺得我有病 可是我只是想要 再有多一點點的時間 我想要有一個家 這個世界上可憐的人還很多 你跟巧婷還不是最可憐的 不過我可以確定 你是我在這個世界上 遇過最笨的女人